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然后有很多像这种建筑 然后我们可以在这边吃饭然后补妆 就是演员一般化好妆之后最麻烦的应该就是吃饭 因为就是在不会化妆的情况下 我们要完成很多东西 休息啊 睡觉啊 睡觉的时候一般都会这样躺着 为了保护好头发 就是做好的发型 可能也会这样 就是直接就这样不靠着 就这样顶着脖子坐着休息 然后还有喝水 喝水一般演员都会用杯子 然后必须得插吸管才可以 不然女生的话 女生会破坏唇妆 哇 现在马上就要开始下午的拍摄了 我要抓紧时间跟大家讲一些有趣的事情 我要讲一下我跟Ring在这边是有一些戏的 他是一个特别 平时是一个特别懂礼貌 特别绅士的一个人 然后每次对戏的时候 都会非常认真的跟你讲 然后认真的听你的每一段台词 然后认真的跟你对词 就非常认真的一个演员 然后我们在这边对戏的时候 一般有的话我会呢 韩语跟他说 我说 オッパ 重新插热吧 之类的那种 然后 然后这就是我跟Ring的气势 他其实他自己的角色 跟他自己当然有很大的反差 他角色他可能会比较高高在上 会比较冷酷一点 但是私底下他就是一个大哥哥 然后平时下来也会分蛋糕 然后给我们吃说 哦 磨工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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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然后就很好 然后也会逗我笑 逗我开心 就我们一起试戏的时候 他说 凤凤呐 然后如果我说错词了 他也会说 没关系 没关系 然后用韩语讲 他是一个跟角色有很大反差的人 我跟罗靖老师的一些 其实是我们 我们每次都会在 就是试戏的时候 都会有一些灵感 就是他也会提供一些 特别好玩的点子 然后我也会 我们俩就会 哎 对对对 这里这里 就是这里 就这样就这样 然后就会两个人就突然就迸发出很多 可以有一些创作灵感 有一些比较好玩的一些戏 罗靖老师呢 他在戏 他平时下来 他有一个爱好 就是他特别喜欢抓别人的衣服 就是那种 他会这样抓着 然后就一直给你堆刺 就是不知道他可能会选面料吧 有一般的面料他可能还不会抓 就是像一些丝绸啊 这种面料他会一直抓着 然后一直抓着不放 他自己有讲过 他有这个习惯 嗯 对 然后私底下 他其实私底下很少玩手机 然后他会一直在那边看词 一直会 我反正见到最多的就是他拿着剧本 然后还有就是去跟导演去讲 就说哎 下一场这里这样的话 是不是会好一点啊 正拍是不是会好一点 觉得这是私底下的他 我跟唐唐姐在剧里 嗯 有 有很多 很多转折点吧 可以说是 就是我们从不认识到认识 在做好朋友 再到一系列一系列一些事情 推动我们俩之间的关系的发展之类的 然后 我觉得 他私底下真的是一个特别可爱的人 就真的是一个很 虽然我比他小 但是我真的好想保护他那种感觉 因为他真的特别可爱 然后私底下超爱笑 然后 每次都会 都会跟我聊一些特别好玩的事情 然后我记得昨天 我们就在一起拍的时候 他也一直说 就是一直在跟我讲嘛 就是可能积位一些东西 然后他讲完之后 他也在笑 他说 啊 然后这样也真的好好玩 他自己一直在那边笑 然后就我就觉得真的好开朗 那私底下真的是一个特别 特别甜的一个人 我们这次都会不再来